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非洲互联网公司,据企业IPO条款,Zoomia计划以13美元至16美元的价格发行1350万股ADS,筹集1.96亿美元,万事达卡欧洲公司Mastercard Dealer,以投资5000万欧元同时进行私募配售,如最终发行价格在你一区间终点,完全稀释后,Zoomia市值将达到11.5亿美元, 如果点评,非洲电商市场对于中国卖家来说还是相对陌生的,尽管被定义为新兴市场多时,但真正深入的企业很少,Zoomia为中国出海企业探索非洲电商市场打开了一扇窗,不过Zoomia本身也问题不断。 5月9日,知名做空机构香园研究Sater & Research旗下发布做空报告,直至有确凿证据表明,Zoomia的股票一文不值,该公司存在严重的欺骗行为。 此消息一出,Zoomia股价下跌超过20%,针对这一质疑,Zoomia联席首席执行官Sater Coordinate表示,Zoomia所给出的这些数字是完全符合的,正在考虑采取一些回应欺诈指控的举措,包括监管和法律选择。 2. 澳机科技科创版IPO或受理,领募资17.44亿元9月,澳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版IPO或上交所受理。 据了解,该项目的注册地为广东,所属行业为计算机,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,由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监,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,会计师事务所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, 特殊普通合伙,澳机科技领募资17.44亿元,主要用于产品研发中心及产业化项目,品牌营销与大数据中心项目,智能仓储物流服务体系项目,补充流动资金,余博点评,2019年1-6月,澳机产生的现金流近1.9亿,难怪有足够的钱研发,这么充足的现金流,也没必要通过并购谋求上市了。 3.跨境大卖安克创新,安克,你冲刺创业版IPO,2018年6月,安克创新退出新三版,并在今年4月传出IPO消息。 相关报告显示,安克创新已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版上市。 中金公司作为安克创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,制定了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并开展辅导工作。 4.余国点评,安克在2019年中,剥离了电子烟业务并清空了所持的接电科技股权。 值得一提的是,另做共享充电宝企业接电科技并最终清空股权,累计套现1个亿。 不过,毛利率连降,存货飙升,海外诉讼缠身,80后创业夫妇姚蒙和鹤丽,能否如愿携手登陆创业版? 4.Wish CEO,每年亏损1.9个亿。 未来1-2年IPO在今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,Wish CEO透露了公司将于1-2年进行IPO的消息。 尽管并没有透露出更多IPO的细节,但Wish每年的一些经营数据却同步曝光,包括亏损额及罚款额等。 余国点评,四大主流平台之一,尽管被卖家诟病无数确认止不住资本市场对其的认可,已经融资到H轮了,距离IPO确实不远。 但中国卖家是否能买账其未来的业务模式,特别是关于款项安全及政策稳定两大槽点。 将会影响着未税来的市值,毕竟其平台上90%以上的卖家都来自中国。 5.阿里巴巴香港上市 11月26日,阿里巴巴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,成为首个同时在美股和港股两地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。 阿里当日开盘报,每股187港元,较176港元的发售价上涨约6.25%,五盘收购每股188.10港元,较发售价涨6.88%。 旅国点评,早在2013年,阿里巴巴集团首次谋求整体上市时,香港特别行政区便是首选地,但因合伙人治理机制与港交所制度的隔阂遗憾错过。 赴美上市的第一天,阿里巴巴就承诺,只要条件允许,我们还会回来。 有分析认为,阿里此次回到香港,是希望再次开始新的资本征途。 阿里巴巴招股书记录,此次发行股一股新股,另有7500万股超额仍购权。 按照176港元的定价来看,阿里巴巴最多在香港集资1012亿港元,约合130亿美元。 是今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。 当然,除了融资储备粮草,阿里巴巴选择回到香港上市。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,是全球化。 6. 传音控股科创版公开发行股票。 货目集28.12亿元,即9月9日上交所官网显示,传音控股的科创版上市注册生效以来,9月17日晚间。 科创版上市公司传音控股,披露发行公告,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5.15元美股。 按照2018年度扣非前规模净利润计算,对应发行后总股本,夏同,口径,市盈率为42.78倍。 如果点评,据IDC数据显示,2018年传音控股在全球出货市占率达7.04%,台名第四,在非洲市场占48.71%,台名第一,根据IDC数据统计,手机出货量方面。 2016年至2018年,传音控股非洲市场占有率从33.73%稳步上升至48.71%,连续三年位居非洲市场第一。 据了解,传音控股自2013年起持续增长,相继在功能机,智能机领域赶超HMB,诺基亚的品牌运营商和三星,在非洲的品牌知名度,产品定制化,渠道,售后本地化,命运团队本地化等方竞争优势明显。